大家好我是花枝丸 灌篮高手这款游戏在台湾大概已经推出两个礼拜了 那我现在的段位已经爬到了最强王牌2 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进攻跟防守哪个重要 我个人会觉得防守远大于进攻 所以今天会教大家一些 很常在实况上听别人问的一些火锅点位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火锅点位觉得很难盖 怎么去盖甚至到最后连盖都不想盖 那这个影片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盖一些比较麻烦的火锅 那我们会去拿一些影片来示范 那我们首先先讲解一下比较麻烦的火锅点 从基本的小招开始吧 我们先讲大家很讨厌遇到的一些角色 那第一个呢我们找了一支影片来当范例 这些影片都平常有开实况出现的一些影片 然后观众帮我剪下来的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影片 帮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是第一个影片 我们要讲的是山井的后侧上篮 稍微看一下 我们必须先知道这个山井的动作 山井呢 通常拿到球转身的瞬间它会直接上篮 那这个东西的帽点呢很简单就是 在它背向里要把球 注意看它要把球丢出来的时间点 要把球丢出来的时间点呢就是你火锅它的时间 这就是它的火锅时间 通常这东西不好反应 所以它转身的瞬间就要按了 大家有看到这个山井它只要一转身 注意看这边 它只要一转身 你就准备要按火锅了 你只要让它面对到你的时候 你按不出那个火锅键 那你就会盖不住它 这我们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山井的转身的瞬间 转身的这一拍 这里就必须按了 你只要让它把这颗球抛离它的手 你就按不到这颗了 你的火锅就盖不到了 这个是大家新手才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山井的这个转身上篮的话呢 是属于拼反应的 就是你看它转身就必须按了 虽然它有可能会接后撇步投篮 甚至是直接假动作上篮 但那些都是后面的队友必须帮你补足的 所以你不用怕 那我们身为中锋呢 就是往这个地方盖 那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我们赤木刚性的大爵 很多人不会盖这角色 因为不知道时间点哪里 那我们让它讲一下 赤木的时间点在于 它的大爵发光到消失的瞬间 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 敌方的赤木拿到火锅了 先重点一就是你要站对位置 站在侧面或者是蓝框更后面的位置 这样比较好盖到那个赤木的大爵 发光消失的瞬间是你盖火锅的时间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影片 我们用慢动作来去播放它 注意看哦 它接到球之后呢 它身体会发光 等到这个发光消失的瞬间 就是你盖火锅的时间 瞬间 就是那么一瞬间 那个光一消失 所以就是赤木大爵的火锅时间点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刘川峰很多人都说 很像那个 有一种大爵无几的感觉 因为就算你盖到第一段 你第二段呢 也会被那个 也会被它拉杆上蓝掉 所以刘川峰的盖法 你要有两个队友 是最麻烦的 你要一个人盖第一段 第二个人盖第二段 像这样 那第一段的时间点呢 就是它跳到最高的时间 人工跳到最高的时候 是你的火锅点 盖到之后呢 它手会 换成上蓝 而那个上蓝的点 仔细看啊 它的手离开手的瞬间 换手上的那只手 要把球抛离手的瞬间 而不是把球抛出去 抛去就来不及了 然后等它要把手抛出去的时候 那一球就是它的火锅时间点 那再来我们看工程当天 新手最害怕的技能 无非就是工程良田 我们注意看工程良田的这招技能 我们看到工程良田的这招 假动作上蓝 它会先一下假动作 然后喷出去 这个的火锅时间点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就在于它火光出现的瞬间 按下火锅键 我们可以看到工程良田的这边 它会先假动作投篮 火光有看到吗 那个火光的闪烁 那个红光的闪烁 就是工程良田的火锅时间点 所以你必须在假动作完之后 我们的櫻木大绝 这是最难的 櫻木大绝为什么难呢 就是在于 它飞的距离长 而且如果你位置站不好 就会被它弹开 所以櫻木大绝的时间点就是 位置要先站好 并且注意 并且你要知道这个櫻木有大 首先要知道这个櫻木有大绝 所以你要站在正确的位置 像我这边会特别回到栏下 然后呢在櫻木那个光出现的瞬间 去盖它 櫻木的火锅时间点跟赤木刚好相反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来记 赤木呢是在光消失的瞬间 而櫻木是在光出现的瞬间 我们再看一次这支影片 首先先知道櫻木有大 再来我们退到栏下 看到櫻木接球后 它会在防守线附近按大绝 灌篮的火那个有看到光吗 光的那个瞬间 就是那个小光喷出来的瞬间 就是我们的火锅时间 我们再看最后一次 先确定櫻木有大 那櫻木大的范围 大家要自己去抓一下 那有没有当的要自己判断 那它抓到球之后呢 火光瞬间 盖火锅 就是这些时间点 那希望这些小知识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先讲到这边的火锅时间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是花枝丸 图骑可以打花枝丸 搜寻到我的图骑频道 那喜欢我的YouTube影片呢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然后打开小铃铛 将来会有更多的影片推出哦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晚点 也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